今天在談這個一千億到底剝補要不要給 現在人民第一個感覺就是說 過去三年已經補了三千億嘛 對不對 而且漲電價最近這三年上了四次 那人民錢已經被掏了很多出來了 更嚴重的要扣越薄越大扣 這是人民第一個感覺 第二個我今天要跟兩位探討一個非常重要的 現在人民在問啊 蔡英文任內漲電價漲了四次 幅度漲幅喔 高達35% 這還不算財清德的10月15號 可是呢 到今年7月份台電這個洞也不是越大洞 我那麼多錢 漲了那麼多次 台電在7月虧損還有4348億 那你怎麼知道人民相信說 給你這一千億 可以解決問題呢 是不是這次給你一千億 錢花更多呢 而且你去對比馬英九八年 他調了四次 漲幅才23%耶 最近這幾年會不會漲得太多了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董初十幾分 那時候在討論說要不要漲電價的時候 那時候民眾得到的消息是說 如果給你這一千億 就是我們今天討論的一千億 十月份就不會漲電價啊 對不對 好啦 那你現在十月漲了喔 你十月份漲了電價啦 漲了12%的工業用電喔 我現在要問你 你今天來要這一千億 你電價是不是要降回去 你當初是說 你要補我這一千億 沒有的話我準備要漲電價 結果你現在電價漲了嘛 十月份十月十五號漲了嘛 對不對 你今天又來要這一千億 是不是應該如果今天答應你要補這一千億 要把十月份那個電價先降回來 是不是這樣 來 次定還是 次定要說這事情 來 給人民一個答案 跟委員報告 這個虧損不是今年漲電價 或是說原料 是累積下來是虧損這麼多的 是累積的 累積的因為剛剛已經在報告中特別提到 這幾年真的是國際的 因為整個國際情勢的關係 所以不管是氣煤六七成漲 所以這樣一個狀況 我們沒有漲足 尤其是為了要維持那個CPI 我們民生電價或錶後電價 以蓋的部長 市長 我從二月份開始總執行問到這次 我已經講了五六次了 國際的天然氣跟煤炭都已經降下來了 發電成本都是 都已經掉下來了 第二更重要的 現在人民在生氣什麼事情 台電一個經濟模啊 國營事業的模範生啊 結果現在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它有兩個大的問題嘛 第一 包括賴清的跟卓榮泰都講的嘛 光電的弊案 到底被掏空了多少錢 看一下 陳啟毅昨天 投案了對不對 說要禁見 連帶清德 中泰都是要趕快辦對不對 光是一個台原力能 你們自己也要去做光電啊 到現在很多光電也沒有做出來啊 所以餘電共生 餘死了 電也沒生啊 多少錢 台原被掏空的十一億 還面對可能一百四十億的這個求償 這個錢 你給了一千億 那邊又要出去一百多億 夠分嗎 一樣在台南的 立陽光電 起訴說什麼 不法所得 從台南要賺多少錢 九十一億 聯合再生 因為你們沒有去訂 在 張兵工業區設置太陽光電這個 這個標注案 沒有設下限 回饋了這個下限 國庫損失了七十億 聯合再生後來還去違約去出售 又套利了兩億多 一來一去 你現在跟我們要這一千億 好 更嚴重的 第一個 當然去把弊案查清楚 就不要這一千億了 第二個 核能明明是最便宜的幾多 1.23 1.13 你從核一已經停掉了 核二停 核三的一號機也停了 明年五月又要停 一年成本喔 要增加一千億 你用核電你就沒有這一千億的問題啊 結果為了你們的意識形態 全世界現在都返回核能 結果現在民進黨在返核 人家在返回核能 在用核電的時候 你們在不用核電 好 更重要的 我今天跟你講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這一千億的代表什麼 如果今天給你這一千億 是不是就排擠了 今天主機長在這裡 主機長管這個錢怎麼用 我們有一千億啊 應該去多做社會福利啊 這幾天大家這麼高興 我們的棒球隊拿了世界冠軍回來啊 都去做這個推動棒球啊 體育活動啊 我算給大家聽來你看看 這幾天啊 勾勾文 這幾天 勾勾文說要估重量那個獎金加碼到一億對不對 你這一千億我都要講耶 不要發生弊案 把弊案發生的錢追回來 核電卡好用 你這一千億就不用了 這一千億可以拿去做什麼 勾勾文說要估重量獎金加碼到一千億被罵翻了 你不要做到我剛剛講的這一千億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發一千次 一千次的獎金耶 為什麼現在給台電這樣浪費 弊案也不好好去追 然後核電能夠用的也不用 要我們人民再掏一千億去補你 為什麼不拿來發獎金發一千次 第二個 這個大忌彈的體育館造價多少錢 一百六十一億 這一千億可以蓋六座的大忌彈的體育館 另外政府跟人民不是一直說要有社會住宅嗎 這一千億可以興建四萬戶的社會住宅 如果不含土地 含土地也可以蓋一萬戶的社會住宅 第四個現在政府一直在推動 少子化 我們要鼓勵要多生小孩 坐月子倒宅這個服務 我們要補助六萬塊對不對 你去拿2023年的新生兒這個人數 十三萬五千個人會基準 你全部補助 這一千億省下來 可以保守十二年耶 所以今天在談的不是冷冰冰的一千億 第一個你可以從渡劫弊案太陽能光電還有去查 避免花這麼多錢 那個錢很多都流到利優爾的口袋裡面去啊 人民就生氣啊 第二個你可以用這個核電啊 第三個你這筆錢現在如果給你 是不是排擠了我們的社會福利跟體育預算 可以給獎金啊 可以蓋大忌彈的這個體育館啊 可以興建社會住宅啊 可以補助這個作業子倒宅服務啊 保守十二年啊 因為我可以說一下嗎 好請問 剛才你說立揚那91億我們一千就沒付 啊 立揚你說91億我們一毛錢都沒付 聯合再生如果他問題沒解決 我們電力執照不發 所以那些事情 你忽然那些都沒有發生 再來剛才講的 雖然現在的氣跟煤價格有回跌 但是跟之前在比 天然氣那時候一個風九塊 現在差不多十四塊三 其實那個漲幅還是有一定的程度在 沒的話那時候一噸八十塊美金 現在八四塊 所以那個漲幅已經漲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要去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才說要來請大家 一個就是弊案你說你處理了一部分 現在檢查官一共起訴了超過五十個案子 我這幾天我還特別到台南跟嘉義的那個太陽能光電的案場去看 現在我們一些農田跟餘溫被破壞了 下面有些還弄了什麼爐渣 還有一些廢棄物 然後現在更嚴重我都要講的 就浪費了我們的明子明膏 結果你現在說 你虧欠不給他 你擋了一兩個案子 可是還是有很多的案子要去把它查清楚 這個是 你現在應該是正本青眼 聽我講 你正本青眼 人民現在要的什麼 你去解決問題 你們總統和你的行政一定都去查 順便去查把那個錢把他擋下來 我剛才說的 好好去討論一下核電的事情 更重要我剛才說 人民現在要說要不要給你這一千億 我們會回去做民調 聽我講 我回去會做民調 我們做一個民調 這一千億到底要給台電去報補 還是要去做社會福利 還是做體育預算 我們聽錢民的決定 再來決定要不要給你這筆錢 這不一樣 怎麼也不一樣 一種是人民的錢 一個是你葉譜 剛才一千億 你已經補三到三千億了 你現在要再拿這千億 你要解決問題 市長跟那個文山 你們要去解決問題 人民才會願意給你錢 你不解決問題 你只有第一十掏錢 所有事情 我們一一跟你說明 你剛才講哪一個案子多少億 哪一個案子多少億 我就跟你說沒付 你說天氣價格 燃煤價格有下降 我真的很誠懇跟你說 他現在的數字都在 對啦 你現在說 你們虧限不給他 現在先停下 我跟你講就是說 這個就是檢察官很清楚 已經算出來說 有可能發生這個弊案嘛 對不對 而且有一部分 你聽我講 不是你現在不給他台電那個虧限 他就停下 他有些錢已經搬出去嘛 你看陳情義已經 已經補了多少錢 台元利能 台元利能被搬了多少錢出去 十一億啊 十一億啊 蛤 你說的是你台電 台元利能被搬了十一億對不對 而且後面還有球場可能一百四十億 好啦趕快去處理弊案 你們做了該做的事情人民才會給你給你錢 你們台電跟經濟部跟政府 弊案不處理 能源政策不好好去處理 明明以前核能可以用的 全世界都要用你們不用 一年一千億 你現在又來拿這一千億 你可以省一千億 你不省來拿人民的一千億 人民怎麼會答應呢 好啦 除弊案 考慮用核電 就不要人拿這一千億 好 謝謝 無重金屬 無塑化劑 無磁激素 無Paraben防腐劑 無色素 及無維生物 擦起來安全無負擔 它還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撫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火腹露 全效精華 精華霜 安心啟動 動靈密碼